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個 台中文書港股 推出到 風營新規定 今天一開始 包括台鐵 高鐵 公路客運 跟航空頂頂 除了喝茶水 吃油 跟孩子吃飲料 全民禁止吃飲料 中途時間不夠 孩子已經拿便當 坐在台鐵多天吃 我還在在乘車前 趕快吃好飽 因為從今天開始 台鐵有新規定 其實現在搭乘台鐵 你不只是要把口罩戴好 從二月一號開始列車上 也全面禁止飲食 台灣的疫情 較輕易變色 高東部選擴提升台中文書 給他幾張 包括隔壁 台鐵 公路客運 純 還在航空頂 專門禁止吃東西 為整個人最多發辦公 那可是我覺得就 就是小杯餅如果要喝奶的話 那種可能就是可以設置一個 什麼育嬰室什麼之類的 對 這樣就比較好 多少還是有一點不方便 但是就是防疫就比較重要 民眾大部分任務 整天負貨有風雨的規範 也都很願意配合 同樣希望過年要到了 一起來不要再出現變化 讓大家可以過一個好年